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 减联调系统已经不排除用强制紧分的方式 来断绝他们合共论争 那下一波的目标 就可以说 金华城安正式进攻到所谓的司法手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8月30号果然不出预料 早上清晨7点钟不到 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率同廉政署副署长及调查局的人员 到柯文哲家进行搜索 除了柯文哲家进行搜索之外 也到了所谓的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办公室进行搜索 当时候黄珊珊正在党部之内 但党部之内她就马上找人赶快来台国大楼民众党 党部打开党主席办公室的大楼 由典联调三大系统联合进行搜索 同时也带回了柯文哲跟他的副市长 同证生两个人到台北到相关单位去运讯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早上7点钟 非但柯文哲的住所办公室被搜索 连列为被告的同证生的住宿及办公室所也被搜索 减联调联手进行大规模的搜索是缤纷实录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显然是以被告的身份被进行搜索 这件事可以说是民众党创党以来 第一次进入到党主席办公室进行搜索 那过去民进党不管怎么强横要搜索党主席办公室 过去只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时代力量的徐永明 但徐永明之后多年下来就是没有再进行重要的在野党派 党主席办公室跟出家进行搜索 这个是唯一的特例 况且是以被告的身份去搜索 柯文哲的家里跟党主席的办公室 那究竟为了什么事情搜索 这个就是因金华城案而引起 金华城案各位知道在8月29号 等同是8月30号的凌晨 三位重要关系人全部都被收押 包含应小微 包含沈庆兴都被请到台北看守所吃牢饭 那就是因为昨天完成的收押动作 减燃料系统经过详细的兵推 基于三个原因就必须要进行搜索 第一个原因怕隔空窜症 隔空窜症就是说他们看到 柯文哲昨天在记者会上面讲 他跟审庆兴是私交财团也是市民的一部分 那第二个他也应邀到审庆兴的招待所高歌集取 那第三个他们都有逃亡的事实 就是应小微包含审庆兴都有逃亡的事实 所以他们因为勾篡逃亡的事由被积压 那现在就是在8月30号的清晨 差不多是5点多钟的时候 这些积压庭开完 7点钟他进行搜索 7点钟进行搜索 就是怕他隔空窜症外 柯文哲是否会转赴外地 大家不知道 所以就进行了预防性的搜索 那这个预防性的搜索 可以说是不顾民众党党主席的颜面 就是强势搜索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都说过后 很多人都说柯文哲不在家 柯文哲到哪里去了 到新竹老家 事实上柯文哲是在家里的 他正准备出门的时候 出奇不异的 被搜索 那显然这件事情 也造成了震撼的震撼 就是说搜索一个 拥有巴西的第三大党 党主席的家中办公室 及相关处所 可以看得出来问题的严重性 尤其是搜索完 马上请柯文哲去运讯 那运讯的时候 我们必须说 他的运讯应该时间不会太长 因为相关的市政 都非常明确 就是运讯完的时候 大家关切的 就是柯文哲会不会 寄审讯金之后 送到土城去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 减联调系统 已经不排除用强制处分的方式 来断绝他们隔空窜争 那下一波的目标 就可以说 金华城安正式进入到 所谓的司法程序 这一些适度 接二连三的发生 对民众党 对柯文哲 都是一个极为强 强烈的打击 我们看 假账案 搜索一次 那一次没有到 党主席办公室 那第二个 假账案之后 金华城安 马上进行搜索 速度之快 出乎大家的预料之外 那第三个 我们很少看到 减联调系统 对于一个被告 要进行所谓的强制处分 就是说 从这件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 已经是被告 当然 今天搜索民众党 中央党部 还好黄珊珊坐镇 那黄珊珊本身就是律师 所以她必须要安排律师 到相关运行的地点 与柯文哲会合 所以柯文哲是不缺律师的 然而我们必须要讲 就是说 这一次的搜索 是否有必要 其实在事前 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 我过去在视频上面 我也讲再解决难逃 只不过是没有想到 来得那么快 我在上个礼拜说 本周内一定会约群柯文哲 没有想到预测成真 但是柯文哲也好 相关的人士也好 为了避免他们隔空窜镇 或者是有逃亡的嫌疑 那进行预防性的羁押 有没有可能 有此可能 所以我们讲 柯文哲就是对金华城 太过于自信 他认为金华城最多是土地 你用哪一条法律办法 那现在终于找到了法条 那终于找到法条的关键是 沈信心的确是有进行贿赂的事实 他是因为这个名义 还有加上逃亡的名义 他跟印小威两个就是共同收押 共同收押以后下一个就是关于柯文哲 他的副市长已经被限制 把不动出去出海 限制居服 那柯文哲会不会比照办理 这个事大家就要等着看 看什么 看柯文哲运训之后送到北柬附训的时候 会不会召开鸡押亭 或者经过一天的混战 到了明天开鸡押亭 这个时候柯文哲能不能够脱身 就要看这一次的鸡押亭 对于柯文哲是否比照 沈信心的模式处理 一旦比照沈信心的模式处理的话 民众党马上面临的就是 所谓的灭党危机